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森帽 你有事吗 我 你母亲同意了 惭愧得很 我妈 照比何司令的气度差远了 这气度也是耻辱多了练就的 你母亲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嘛 男人就不一样了 金森帽 你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我送你四个字 荣辱不惊 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谢谢司令教诲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为了海英 我宁肯唠个不孝的罪名 可我总不能把海英嫁到你们金家去 连个名分都没有吧 司令的意思 你们都还年轻 放下再说吧 可是 金森帽 我跟你说过 爱情和虔诚对一个男人来说同样重要 可是没了虔诚 爱情就变得不牢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属下明白 真没想到 宝国叔叔竟然是鲜龙的亲生爸爸 怪不得宝国叔十八年一直没有婚去 你们现在对妈很失望吧 怎么会呢妈 这样只有让我们更加理解和敬重你 是啊 妈 真没想到 你为金家吃了这么多的苦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妈 你就更不应该将宝国叔让给宝珠姐了 一个梦做了十八年还嫌不够久啊 谁愿意一个噩梦醒来接着一个噩梦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 真的会不负你爷爷的嘱咐 振兴金家 光宗耀祖 可是结果呢 我现在才明白 只有保护好你们这几个孩子 让你们平平安安的这才是真的 有你们在 这个家才想个家 可是信仰他 妈 我先去找他 把他打也把他打回来 小豹子 你去也是白去 那咋吧 不能看他认贼做父呀 陆妍 我求你一件事 我找我爸去 太硬了 你别那么冲动嘛 兴隆 你为了我不惜和你妈翻脸 难道我就不能为了你 和我父母翻脸吗 好 我的前程 就是因为爱情才变得可靠 收 收 老实让 走 快点 爸 我找你有事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 还可以 那个人 怎么那么眼熟啊 她 她不就是行迁李秀华鞋店的老板吗 什么鞋店老板啊 那是掩人耳目 他其实是一名隐藏很深的共党分子 共荡分子 真没想到 如烟平时最爱去那家鞋店了 他说哪怕只是不买 只看看那绣花鞋上的 精妙绣工也是一种享受 你说谁 如烟啊 妈 你说啥呢 还是上次小boss的话提醒了吗 如烟啊 兴隆现在恨死妈了 妈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只有你能让她回家 妈 可是她现在要跟海英结婚了 那个和海英要不是何忠愚的女儿 你以为她会娶她呀 如烟啊 妈知道这样做很自私 可是妈没有办法 妈对不起兴隆 兴隆是因为妈才变成这样的 你就知道是为了妈好吗 妈 她能听我的吗 听 会听的 兴隆是我的儿子 我了解她 我 如烟 就算你不爱她 你对兴隆还是有感情的对吧 你怎么能忍心看着她这样子 妈 你别再说了 你让我再想一想 好 你好好想一想 妈不逼你啊 妈不逼你 你带个人 监视金如烟 跟踪金如烟 啊 司令 莫非你怀疑 我也不敢肯定 这种事儿 宁可信其有的好 有秘密进行 不要打草惊蛇 是 是 我 谢谢 谢谢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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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妈 我随便做了两样小菜 好久没帮你做了 语音啊 妈想了想 今天说的那些话就算了吧 妈不能为的 妈 过两天我要出去一趟 你去哪儿 妈 好了好了 我无本不问 妈 有些事不知道别知道好 那要是有人问起来我咋说呢 你就说我去西安叔叔家吗 语音 在西安 你闯了乱子 到了黄州城 可是在何忠于的眼皮子底下的 你 妈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妈 等我回来就按你的意思吧 妈 等我回来就按你的意思吧 等我回来就按你的意思吧 妈 只要姓龙他敢离开何忠于的部队 我回来就跟他成婚 我回来就跟他成婚 真的 他 忠于啊 喂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人变汤 趁热把它喝了吧 你啊 忠于 这么长的时间 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现在我都病好了 你就让我好好地补偿你一下吧 想什么呢 如烟 你不是不让我胡思乱想吗 怎么自己反而 不是 你不知道 如烟可能是共产党打入黄州部队的人 天一 咋光光烟呢 不许睡 天一 这是烟啊 我喜欢看烟 天一 喜欢烟 还是何司令一鸣啊 我兄弟 不能再往前走了 咋了 你不要命啊 这是青龙山的地盘 真要冒出几个土匪来 咱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再说了 何司令让咱们跟踪如烟 又不让咱们消灭如烟 兄弟高见 咱俩 走 这今天 会不会有什么大奶奶啊 天仙 天仙 来了 一个女兵 带着七个学生过来了 来 小心点 国民党军人要护送咱们 还会有什么不安全的 正确的是 有漂亮的女士护送 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诶 如烟 我们就在西安那边听说 你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彩 那 你可是可以当作家了 只有过了青龙山我才放心啊 为什么过了青龙山你放心了呢 这市场有土匪出没 大家小心一点 来 赶紧走跟上吧 想什么呢 忠于啊 你说如烟真的会是共产党吗 我怎么觉得她不像啊 那么乖巧文静的一个女孩子 我现在也只是怀疑 如果她真的是 你准备怎么办 那要看她是共产党 还是共产党所说的进步青年了 只要陷得不深 我还是有办法的 夫人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等如烟回来 我先试试她的水深水浅再说 要是水深呢 各杀无论 要不是黄州部队在沿途嘉景的收查 我是不会冒险走这条路的 去吧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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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田飘云 你没死啊 如烟 我怎么舍得丢下你一个人 先去极乐世界享福呢 如烟 你原来认识土匪啊 骂他 认识土匪咋了 田飘云 他们是进步学生 失去陕北抗日的 你放了他们吧 放他们走 那我的弟兄今天不白跑一趟 带走 田冰云 他们是去抗日的 别忘了 咱们可是土匪啊 土匪 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 而今是全民抗日 只要抗日咱们都是战友 当然 有些土匪 已经沦为日本鬼子的走狗了 陕西土匪怕不会吧 那是因为鬼子还没有进铜关 照你这么说 鬼子尽了铜关 青龙山的土匪便都要当汉奸了 那你为什么要 阻止学生去陕北 报告 报告司令 如烟并没有坐去西安的车 而是 接了几个学生 朝黄州北边去了 黄州北边 他们到了青龙山附近 如烟和学生进青龙山了 那你为什么回来啊 我 我赶紧回来向你们报告啊 你是怕青龙山的土匪吧 何司令 是 是 是 给学生们让开一条道 爷 这 放他们吧 他们是学生没啥钱的 爷 总不能让弟兄们白跑一趟吧 是 你白跑一趟 不能白跑一趟 不能放过他们 这样吧 如烟姑娘 咱们做笔交易 我可以放他们走 你留下来 给我做个压寨夫人咱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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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有女人的日子 不舒服 我在西安救过如烟姑娘 后来做梦 还总能梦见她 原本以为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看来 我俩有缘呢 天爷说得对啊 就是你了 你真是在如鸣后来 田飘云 你是土匪 天爷我本来就是土匪 你 好 好 你放她们走 我跟你走 不理好了 我既然答应你 就一定跟你走 你先放她们 女人也学会好汉做事好汉当了啊 对啊 对啊 还走呀 等什么呢 如烟 那你怎么办 我 怎么办 一年以后 上青龙山来给我抱儿子吧 对啊 可是如烟的儿子 你这么帅啊 如烟 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你也想当土匪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快走啊 走啊 让开 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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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监视伍为腾 如烟一旦露面马上告诉我 是 回来 此事不准对任何人讲 尤其是金星龙 属下明白 鬼哟 我 小匐 小匐 号 动呃 锐 叫 锐 叫 一定要喝好 喝痛喝呀 喝 喝 少喝点吧 少喝点吧 泪水 泪子 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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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我不同意 我已经决定了 不管你们是否同意 我调和信荣结婚 放肆 你眼里还有我们做长辈的吗 我是尊敬你们 所以才一直希望得到 你们的祝福和谅解 没想到 你根本就不讲道理 顺着你的意思就是讲道理 不顺着你的意思就是不讲道理 我告诉你 你就死了跟信荣结婚这条心吧 我也告诉你 不管你是否同意 我已经是信荣的人了 海英 啥意思 他这是啥意思 还能是啥意思 聪明反辈聪明误 我这是引狼入室啊我 走 走 打球 大英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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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爺 这下 喝好了 喝了 香 喝啊 水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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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孩 诶 没呢 啊 这个女人啊 怪得很 一点动静都没有 叶 叶 对女人呀 可她瞎应手 叶还用你教 就是叶 喝去去去去 我们去吧 叶 小心散了腰 走走走走走走 天飘云 我们谈谈 谈什么 谈条件 啥意思啊 上次你放走学生 我答应你留下 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别的事情 又跟我耍花样 老子不跟你谈 咋样 田飘云 你如果强迫我 只能让我讨厌你 恨你 反正你一直讨厌我 谁说的 上次合中于围剿青龙山 我听说你死了 还很是为你难过 人呢 你会被我难过 说吧 你还想让我干什么 海音啊 我觉得你父亲 还是不会同意咱们的婚事的 你猜对了 那你猜我是怎么回答他的 你猜啊 你坚定地说你有多爱我 你说我们俩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结连里知 你可真酸 这些都不足以表明我和你在一起的决心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你父亲还是不会同意呢 我告诉他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什么 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海音啊 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抗日 对 我抗日 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是为了我个人 这是为了民族 是不是我抗日 你就做我的女人 天飘云 我给你讲讲为什么抗日好不好 不好 你先答应我 是不是我抗日 你就做我的女人 不愿意 你不怕我杀了你 怕 但我不想骗你 你以为我不这么做 我的弟兄们都会同意放你的朋友走吗 讲吧 啥 抗日啊 好 那我就给你从九一八十便开始讲 你知道都没三省吗 怎么了 怕了 我还以为你金星龙天不怕地不怕呢 我怕 我怕 海音啊 我是怕你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你放心吧 我是我父亲的亲生女儿 她最疼我了 她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叫爱屋即屋 爱屋即屋 海音你别忘了 田飘云也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 你父亲又是怎么对待她的 熊龙 要不 我们远走高飞吧 海音 我们远走何地 高飞何处 天涯海角 管他是哪儿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 希望 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我是不会独自投身的 革命的道理我不懂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谁打日本鬼子 谁就是好汉呗 也可以这么说 比如杨虎成 张学良 那何忠愚呢 他不是也打日本鬼子吗 他打鬼子 他是在变相帮日本鬼子 王忠愚呢 王司令部 其实是蒋介石包围陕北的补给站 大量的居需物资 都是从黄州中转 然后运到陕北前线的 同时 他也起了封锁陕北的作用 比如进步学生 药品等等 其实 从何忠愚上任以来 他都没有下足功夫剿匪 不是他不想剿匪 而是因为 他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金兴隆呢 他在何忠愚的身边 也是小日本的帮凶了 我看得出来 你喜欢他 他不打日本鬼子 你也喜欢他 他是我弟弟 鬼话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什么打日本鬼子 根本就是鬼话 你不想做我的女人 哄我的 老子再也不学你的鬼话了 天道明 你强迫我 你不是男人 天道明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天道明 妹子 放开我 妹子 妹子 好 终于啊 你就放过金兴隆吧 我求求你了 海音她真的是爱金兴隆的 你总要替咱们的女儿想想吧 她为我们做父母的想过吗 她把何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这回说啥也不能由着她胡来 我废费办了那个金兴隆不可 海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金兴隆要是有个好歹 不知道海音会做出什么样的傻事来 儿子死了 你还想逼死女儿吗 海音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就不活了 你 你看着办吧 我说啥也不能便宜了金家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也说过了 见到了玉 就见到了你那亲妹子 妹妹 妹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相信 有玉未争 还能错吗 哥 哥 哥 妹妹 哥 哥 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你说 可是我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困了就睡 我也累了 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大惊大下 大喜大悲 谁都撑不住呀 哥 那是因为有你在守着我 要我这是土匪 我三天三夜都不敢眨一下眼睛 我不是土匪 你哪是 你是我哥呀 哥 我 我要睡了 快睡吧 嗯 哥 我睡你房间你睡哪儿呀 这整个青龙山都是我的 我还愁没点睡啊 那我会睡觉 我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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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